杨江是广东西南部的一座滨海城市 翻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史波澜壮阔的画卷 可以看到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杨江人民的武装斗争从来没有中断过 为了追寻这段光辉的革命历程 2017年7月 新闻专业暑期体验小分队 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 开始了重走革命之路 探寻红色情怀的南万真城 7月5日上午 十只酷暑烈日当空 小分队一行识人来到了阳东区 丹仔村许氏宗祠 这是一座四合院士院落 此语宽阔宏大 雕梁画洞古朴端庄 1928年4月至1929年2月 这里是杨江县委机关所在地 看管宗祠的唐书得知我们的来意 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一场大雨赴气而至 风雨深中 我们静静地聆听着老人的讲解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有多少人人志士 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为了国家宁愿慷慨赴死 革命先驱不灭的英魂 鼓舞着队员们 怀着对英烈们的崇敬之情 我们来到了烈士陵园 这里埋葬着在国内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牺牲的革命先烈的遗体 纪念碑四周松百挺拔 钻研肃木 天下着小雨 我们在烈士纪念碑前 默哀追思 祭奠缠绵于此的先烈们 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 为了更详细地了解烈士陵园的情况 我们特地找到了公园管理人员 杨俏娇 在她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杨江之战纪念碑前 阅读碑文关于杨江之战的介绍 聆听杨仪介绍那一段火红的历史 尽管下着雨 公园里的人依然不少 他们在午后的时光 享受着生活的惬意 美好 此情此景 如果烈士们泉下有之 他们也一定会感到无比的自豪与欣慰 在这个火红的七月 我们怀着虔诚的心继续进发 杨江维坚站革命烈士纪念碑 位于325国道 白沙路段西南侧佛子岭 这里曾是杨江维坚站白沙祖基站战场 佛子岭杂草丛生 上山的小路淹没于欢烟漫草间 我们几经辗转 又向人反复打听 才找到路 我们小心翼翼地扛着拍摄设备 深一脚 浅一脚地登上了佛子岭 助力在纪念碑前 68年前的枪炮声 反复又在耳边乍响 滚滚硝烟中 解放军战士冲锋陷阵 一往无前 人民群众手推肩扛 踊跃之前 汇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滚滚洪流 继承优良革命传统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 我们决定前往士官公围 拜访老干部曾继承 杨江解放前夕 他的父亲曾传荣 时任中共江城区委组织委员 杨江的白沙走基站 从早上六点一打到黄昏 阻击他没法破破 这是外前站最关键的一站 所以我们的纪念 这个杨江外前站胜利 这个将近六十八兆年的时候 一定记住这段历史 并以这段历史来激励我们 应该怎么样进行先例 进行先例的革命一致 为了理想信念 而不怕牺牲这种精神 站在革命蔑视纪念碑前莫哀时 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我仿佛看到了先例们为人民的利益 不惜抛头颅 洒热血 为了推翻旧社会 换来新中国的诞生 让我们后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虽然他们的生命已经失去了 但他们的精神 万古长青 永垂不朽 通过这次学训 我深刻了解到我们的和平和安宁生活 都是先辈们用心血和生命换来的 我们应不忘历史 更不要忘记他们这种爱国主义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